三个小时内 吐鲁十四围村民 被抓后却满脸笑容 甚至声称自己还有30个人被杀完 可就是这样一个 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 却被街坊邻居奉回英雄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山西胡文海杀人案 这究竟是有多大的仇恨 能让一个朴实的农民如此丧心病亡 这起案件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这个恶魔名叫胡文海 山西近中人 是一个本本纷纷的农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国家为了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鼓励全国各地发展煤炭经济 胡文海筹准时机获得了煤矿进行权 并签了五年的合同 五年后 胡文海赚得盆满钵满 这让同村人颇为眼红 纷纷开始争抢这块蛋糕 村支出胡根生 为了扩大煤矿进行权的利益 采用竞标的方法选择了中包人 最终出家最高的人 过去煤矿进行权 胡文海觉得 本人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人夺走了 于是到胡根生家里找到他理论 希望用原来的价格续报 这样无理的请求 直接遭到了胡根生的拒绝 胡文海觉得胡根生 是嫉妒自己发了财 故意从中作梗 因此这件事在胡文海心中 见现埋现了仇恨的种子 1996年下 胡文海来到自家果园较地 与高氏兄弟发生冲突 高氏兄弟直接拿起铁锹 向胡文海投赏论了过去 毫无防便的胡文海 硬声称地挨了两铁锹 高氏兄弟还不把休 随即又论起铁锹 慌乱之际胡文海 只能用胳膊挡下 恰好 此时胡文海的弟弟 吴青海及时赶来 打跑了高氏兄弟 胡文海并没有报警 他以为没有监控设备和证认 对方如果来个敌死不认 自己也没法子 但胡文海越想越生气 他甚至自己在村中 没有多少人敢照热 而且高氏兄弟是外来物 平时都很低调 在交地之前 两家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 但高氏兄弟当时的举动 明显是要将自己置于死地 因此胡文海认为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 支持高氏兄弟 更蹊跷的是 高雁堂在事发当晚 就带着全家四口连夜搬走 原知书胡根生 亲自到胡文海家 来调停此事 并表示他们会全力 承担胡文海的医药费 胡文海头上缝一针 就给一千元 缝23针就给两万三 因此胡文海更加怀疑 这件事和他们有关 于是胡文海私下 多次殴打高雁肃 逼他说出母后知识 但高雁肃坚称门人知识 但胡文海坚信 是他们几个做的 于是他决定 用自己的方式 以报之报 三个小时内 虐杀14回催命 被抓捕却一脸疼疑 甚至声称自己还有30个人没有杀完 可就是这样一个最大贺疾的杀人狂魔 却被街坊邻居成为真汉子 究竟是有多大的仇恨 能让一个朴实的农民做出如此行为 这起案件究竟有着怎样的引擎 这个杀人狂魔本是一个没老板 但自从1996年被高氏兄弟披伤以后 就一直怀恨在心 因为他坚信是原知书胡根生 县知书李立生等人 指使高氏兄弟对自己下死手的 据胡文海推断 胡根生等人之所以要杀他 是因为贾润泉举报他们贪护一事 原来之前贾润泉向禁忠市反贪局 举报胡根生利用植物质变贪护数百万 相关部门当即展开调查 但查了几次都没有查出证据 最终不了了之 后来胡根生刘海生发现是贾润泉告的状 于是打了他几拳 胡文海认为 胡根生等人一定是以为 是他指使贾润泉举告状的 因此没人敢冒头 如果有人 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胡文海 一次胡文海去胡根生家里去找他 无意间听到了胡根生气愤的说 全村除了胡文海没人敢告我 这句话让胡文海深信 胡根生等人是怕自己泄露他们贪腐的事情 因此才找高氏兄弟批死自己 幸好自己命硬被自己弟弟及时救下 自己被批之后 胡文海就起了杀心 他决定在除夕之夜杀了胡根生等人 不过胡根生很清楚杀人偿命的道理 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了胡根生等人贪腐的事情之后 就更不想陪他们一起死了 他决定利用正当渠道将他们送到监狱 2001年 胡文海查战后得知他们几年间 近贪腐了500多万 正当胡文海发誓一定要将胡根生这些祝福的争夸 胡文海拿到煤炭产量表后 爱家爱户地做思想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指正他们 经过胡文海的一番折腾 最后一共征集到了大巨口村 121名党员 干部和村民的联合签名 大家都纷纷支持胡文海的寄居 将他视为真汉子 因为他们平时也都知道胡根生等人贪腐数额巨大 但没有一个人敢冒出来 只能在胡根生的压榨下共言参传 之后 胡文海在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开始了慢慢的去暴露 但没想到 八个月的奔走依然没有得到一个结果 并不是相关部门不给调查 相反 沈领导在接待胡文海时非常热情 还让相关领导彻查 但区公汉的大队长和镇上的崔副书记由于公务繁忙 再加上缺少调查人员经费等原因 一直没有调查出结果 独立无果后 胡文海决定以暴制暴 牺牲自己替大众除掉胡根生 李立生几个害群之马 同时也为自己出击 山西没老板一夜连杀十四人 重伤三人 甚至还扬言说有三十个人没杀完 面对这样一个最大恶极的嗜血光波 群众们却纷纷称他为英雄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最后受到了怎么样的惩罚 这个人名叫胡文海 山西尽忠大狱口村人 1996年被高氏兄弟用铁锹劈了头后 就一直对原知书胡根生 刘海旺等人怀恨在心 因为他一直觉得是他们指使高氏兄弟对自己下死手的 后来胡文海发现胡根生等人贪污500多万后 就代表着全体劳股大众奔走举报 但由于相关部门缺乏人手经费等原因 暂时搁置了对胡根生等人的调查 之后胡文海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未免除害 2001年10月 胡文海到越南从枪反手里买下双五二练枪 10月26日晚上 胡文海答应好友刘海旺 由他作为中间人 调节胡自己与胡根生之间的矛盾 胡根生应邀来到胡文海家中 胡根生到胡文海家中 立即被胡文海制止住 并绑在椅子上 随后胡文海又骗来了寿媒员李继 胡文海让二人交代 直视高氏兄弟打自己的事 并说出胡根生 李立生等人贪污500万 各自分摊了多少 并且要求他们将这些事情 写下来作为自己的不胜负 胡根生和李继自然不敢写这一段坦白书 因此遭到了胡文海的一顿暴打 李继不服气一直冲胡文海嚷嚷道 有本事你朝我头上打 本就不冷静的胡文海 再次为他的话激怒了 愤怒的朝李继脑袋上开了一枪 李继当场死亡 随后胡文海又将枪口对准了胡根生 没想到这一枪竟然是哑弹 胡文海急忙拉开枪栓 准备重新装上子弹 胡根生趁机扑了上去 抢夺了胡文海手中的枪 就这样二胡四打了在一起 就在两人难舍难分之际 胡文海面临一旁看着目瞪口袋的刘海旺 拿起斧头 劈向了胡根生 本来作为中间人来协调的刘海旺 此时呆愣无主 胡文海和胡根生争斗中 再次面临刘海旺 并恐吓道 刘海旺你赶快给我劈了他 否则我把你也杀了 刘海旺文言吓得一击令 立即举起消防服 慌慌张张的劈向了胡根生的肩膀 胡文海顺势从地上爬了起来 再次朝胡根生开枪 胡根生装死躲过季节 刘海旺则吓得仓皇逃窜 胡文海以为干掉了胡根生 随后杀到了刘海生家里 但刘海生不在家 胡文海掉头开始在全村打开杀戒 胡文海闯入前村之处李立生家里 李立生看到手势列枪的胡文海 吓得知哆嗦 当即向胡文海下跪 说都是胡根生之时的 与他无关 胡文海直接端着枪 打死了李立生夫妇 和他们16岁的女儿 之后胡文海又返回刘海生家附近 看到院子里夺步的刘海生 胡文海当即开枪 刘海生反应过来后 赶紧逃向屋子里 遇到刘海生年代的老父亲的阻拦时 胡文海并被理会 静止追上刘海生连开树枪 后来刘海生住院花费5000元 才将身体为70多颗子弹 取回20多颗 剩下的子弹 至少需要再做两次手术 才能清理完毕 据统计 当晚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胡文海相继枪杀14人 重伤3人 但胡文海被捕后却一脸笑意 声称还有30人被杀完 本来准备逃走 下一年再回来杀的 2002年1月25日 法院宣布终审判决 判处胡文海刘海忘死刑 这一起血案一度轰动结果 相关领导对胡文生一案进行彻查 当初受理胡文海 状告胡文生事件的崔傅书记 和大队长军备处罚 村民们对胡文海感恨戴德 因为胡文海才让阳光 重新砸遍大育口村的每个角度 在他们看来 胡文海是条真汉子 但村民们不为他感到可惜 因为以暴之暴的方式 永远是最得不偿失的 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和家人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磨难 都不能把违法犯罪当做借口